早上好 好 早上好 好 不错 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那么 欢迎来到我们 Briway国际 2019年第一季的领袖培训会 今天很与众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同一个时间 有三场领袖培训会 同样的这个时刻 在马来西亚基隆坡 在菲律宾的马雷拉 也有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同一个时刻三场 也真的是了不起 来给Briway一个掌声 那么这个月总共有八场 昨天有两场 新加坡和日本 东京 那么今天三场 只过后就剩下三场 所以这个月有八场领袖培训会 有时候回想起我 我们第一次的领袖培训会 我还记得 是在马来西亚的北部的一个 很小的城市 那么当时第一场领袖培训会呢 只有16个人 包括我 包括那些讲师 总共加起来只有16个人 在一个非常小间的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一个很小间的酒店里面 这么多年下来 今天现在的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在博览中心 在五星级酒店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真的要懂得珍惜 真的要懂得珍惜 今天在座的 在场的你们 就是懂得珍惜的这一群人 也是非常好学的一群人 有些人甚至千里迢迢坐飞机来 甚至还要前一天来 真的你们的确是非常好学的一群人 给你们自己一个招舍 那么过去这么多年的领袖培训会 只要我在场的领袖培训会 我都会是大会的主持人 或者reway叫做大会的指挥 过去那么多年都是我 不过今天大会指挥不是我 因为今天我有别的任务要做 更重要的任务要做 那么今天呢 我需要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我们讲委任仪式 接任的仪式 那么接任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然港澳的 不会说港澳的 今天要委任 趁这样的一个机会 委任一个总经理 我们香港的总经理 刚刚上任的 一月份 在韩国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员工的 可以算是尾牙 这是年终晚宴 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天 也是过去十年来 最极端的一个决策 reway最决端的一个决策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刻 我们升了十四位总监级人物 十四位 我不知道你们掌声是为了什么 不过要升一个总监级人物 那么对公司来讲的负担是很大的 同意吗 你要培训一个总监出来 那个负担是很大的 他们的 可能他们的 他们的收入 可能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那么对公司来讲 是有很大的负担的 车又要比人家大了 是吧 屋子又要像样 同一个时刻 十四位 有时候真的我在想 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我在想 有这样的必要吗 就reway到了今天 算是亿万亿万生的那种公司 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决定 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有这样的必要吗 的确如果我们真的要去 要去探讨的话 的确没有这样做也无所谓 不过为什么reway会这样做 它意味着什么东西 意味着有大事将要来临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十四位 十四位是谁 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 都是我们之前 内部的一些同事 都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一群人 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有些人讲说 年轻人 要来管理这样的一家 一个地区 一个公司 他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 我相信他们可以 当然 绝对是不容易的 绝对是一件非常大的任务和责任 一些年轻人 没有真正在市场上 真的是磨练的一群年轻人 或者说打工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可以吗 真的能够去管理或者带领 好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领导人 这么了不起的 在市场上 产生业绩的一些领导人 真的是能够这样去管理吗 真的能够带领吗 他们凭什么可以做到 就好像一个年轻人 就好像如果要去带领 像Victor这样的人 他没有管他的 对吗 Victor会跟你讲说 我吃盐比你吃米多 因为我吃米 我差不多是这样的 没有啦 没有 不会啦 干嘛 只要费断 不过他的确是有难度的 他们凭什么可以做到 其实回想十年前 当我开始VV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年轻人 对吗 十年前我还十八岁 当时 没有 十年后的今天我二十二岁 成二 那么十年前我大概三十出头 当时如果了解VV的历史 我们都是一群 我们所谓的老人家 其实就是说有年龄的一群人 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 还没开始五分钟 就已经开始有人睡觉了 还是有声音的 而且是有声音的 就是一群 可以 我父亲的年龄的一群人 全部都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 在这些人的眼里 我凭什么 不管那个时候 说能力也不是说很多 你可以怎样展现你的能力 你没办法展现你的能力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看 因为那个时候VV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那时候我凭什么呢 我凭 我比他们努力 我凭 我比他们认真 我比他们好学 我比他们很扛责任 每一场活动我都是第一个到 我两三个小时前就到 准备我一个人准备 以前的会议都是我一个人准备 换灯片全部我准备 开场我开 主持人我做 讲师我做 做成交的动作我做 会后我做 成交了 他们的功劳 有功劳全是别人的 当时的确就是这样 当时真的在路上的时间 一天可能都要走整千公里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这样的动作 一段时间过后 你会发现到 他们就会形成一种依赖 没有我不行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我曾经我在开车 要开大概700公里 半夜三更 通常都是半夜开车的 因为白天有事情做 当时来新加坡 忙完我的东西 过后12点多1点开车 开到一半 要到吉隆坡的时候 是要开去槟城 要开到吉隆坡的时候 可能下着雨 路就比较滑 整辆车失去控制 就转了四圈 对旁边就窗下去 整个车头都不见了 不过人没死 可能积了很多德 那时候 人没死 让老天爷保佑 一窗了 就停在路边 所以当时应该是 接近早上的时间了 我就打一个电话 就跟那些领导人说 原本是有一个活动 早上有一个活动 在那边要主持的 就跟那些领导人说 我去不了了 他们还以为我开玩笑 后来我拍那个照片 拍那个车的照片 给他们看了过后 我告诉你 那一天活动还是继续 不过在台上分享的 每一个领导人 都是流着眼泪 在聊的 在谈的 当时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吃米还是吃粥 还是吃面 都是要靠这个年轻人 当时就有很多个 甚至打给我 就是直接 不让我再开车 以后要去那个地方 就要坐飞机 坐飞机去 他们去接我 的那一种 很有依赖性的那一种 就开始依赖我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变成领导人 就凭这个 而这次 这次在我们的 这14位 总监级的人 刚上任的这些总监 就是具备的这些数字 我们才会选他 表现非常有意 表现非常好 非常认真 没得回家 接近坐了24个小时 一天 这样的一群年轻人 我知道 当他们的身上 突然间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时候 他们的成长速度 会比别人还快 我也很清楚地 已经看到 三年后 五年后 他们到底会变成 怎么样的一个人 也由此可见 三年后 五年后的reway 应该是不得了的 那么 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三年后 五年后的你 也是不得了的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我要委论的这个人 年轻 九零 九零后 帅 能力 有啊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成长和进步 的确是 其中一个非常可造制裁 可造制裁 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接下来 他将会是reway的 其中一个动良制裁 那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新三任的 我们香港的 reway香港的总经理 包括 今天的大会指挥 我们掌声有请 烟窗 五年至少 香港的zem级 那边 第一次 那边 好 请各位领导人就坐 再一次我们给我们的执行总监老板 一个热烈的掌声 刚才当老板在谈着的时候 在介绍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脏真的跳得很快 差点有那种心脏病的 要爆发的情况 从紧张变成慢慢慢慢开始 我感觉到我不紧张了 为什么 有可能他的这一番话 又在提醒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记得差不多四年前 四年前 四年多前的时候 当我刚刚进来reway 这样的一间公司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那时候以一个新人的角度 我来到这间公司 刚好那时候 就从老板的嘴巴 他就听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就刚好在跟其他的同事在分享 他就说 接着下来 要升任成为经理的 这种要求跟标准 会越来越高 意思就是说 要升任容易不容易 就不容易了 那么那时候 在我的角度 身为一个新人的时候 刚刚进来 如果你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好的 一个不好的角度 那么不好的角度 可能就你会想说 为什么这么不幸运呢 一进来 就听到这个 变成说 机会会不会可能变少一点 不过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可能里面就隐藏着一个很大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也没有想太多 我就想 哇 这样应该要升任成为经理 真的是不简单 过后老板就有继续讲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今天 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也好 你是行政人员 刚刚加入的也好 你是经理也好 你是副总裁也好 任何一个岗位也好 关键就在 不是那个岗位本身 来定位你 你们认同吗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举了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说 比如说 我们的发展部总监 资深总监 Dato Kenny 他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Dato Kenny 那时候 四年前 五年前 他是以副总裁的身份 如果今天说 比如说 降级回去到 行政人员的 角度的时候 那么照你看 一年过后的今天 谁会担任回 副总裁的岗位呢 谁呢 应该是拿都嘛 对不对啊 就是说 你必须要做到 那个岗位 容纳不下你 你必须要做到 市场上的人 都觉得 你应该 就是属于在 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时候 他讲完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的确对我有 很大的一个感触 的确对我有 很大的一个激发 一直到 在Reway里面 担任了 经理的职位 包括今天 担任了香港的 总经理的职位 就凭这一句话 老板所谈的 的确让我有 很大的感触 所以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今天我相信 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对不对啊 有些人最近 最近就 来找我 就说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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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听到 这些的时候 其实 我脑海在想 其实也没有 什么好恭喜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 好庆祝的 为什么 因为 我看到 Reway国际这间公司 十年的一个时间 十年的一个岁月里面 到了今时今日 老板 也没有停下脚步 公司也没有放慢脚步 而公司也不觉得 是时候来庆祝 还不是时候来庆祝 那么既然公司 用了十年 都还没有 说大庆祝的话 那么 更何况是我 对不对啊 好 我觉得最终最后 最主要的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根据刚刚老板所谈的 三到五年过后 或者 一年过后的今天 在香港也好 在澳门也好 照你看 会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幅度 很大的一个倍增 很大的一个结果呢 会不会啊 会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 好 那么我相信 一年过后的今天 我们才真正开始要庆祝 所以真的必须要再一次 借用整场所有各位领导人 跟伙伴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的老板 好了 那么 那么我先自我介绍 好 那么我姓蔡 名叫义伟 正义的义 伟大的伟 好 那么 目前单身 好像讲了很多次了 好 那么那是 几天前我就见了 一群领导人 那么我就介绍我自己 然后就讲说 我是单身的 那么其中一个分享者 就上去 他就讲说 奇怪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 他每次告诉我们 单身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听了 我听了好几次 我都抓不到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那么当我 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回想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因为老实讲 今天我单身也好 不单身也好 那个不重要 对不对啊 你看真的是不重要 因为那个不是今天 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对不对啊 今天你们远方而来 千里迢迢来 来到这里 绝对不是说 来到这里 来了解到底 我是单身 或者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我相信今天 我们来到这个培训会 最主要就是 要在这样的一场 会议里面 寻找到一股力量 当我们走出 这道门的时候 至少我们是 没有空手而回的 对不对啊 好那么讲到培训会呢 你看培训会 对我来讲 影响我很大 都听过我的故事的人 都知道说 我也是因为一场培训会 而加入了这间公司 对不对啊 好那么 很极端的情况 有可能是舞台的讲师 有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 或者隔两个位置的伙伴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才进来了这间公司 你看那时候 我被邀约去新加坡的 五千人的领袖培训会的时候 我是不认识任何一个人的 那么那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整场里面都是坐着 五千人穿着西装 很正式的一场领袖培训会 那时候 我的 介绍我进来的这个伙伴 我们的菲律宾的总经理 一个好兄弟 认识了十四多年的一个时间 就告诉我说 去听看看啦 去听看看 搞不好里面 你可以寻找到一股力量 那时候 礼拜六的时间 多余的时间 我就去了这个培训会 那时候当我一进场的时候 全部坐着密密麻麻的人 只是其中后面有一个空位 他就讲说 不如你坐这里 你不用担心 我会陪伴着你 一起参与这个领袖培训会 结果我们两个就 乖乖地坐在那里 那么 一看就知道 我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 对不对 你看只有Victor觉得 我是很内向而害羞 我们给Victor一个掌声先 所以那时候 当我进去到这个培训会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我不认识老板 我也不认识公司 我也不认识这里的领导人 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 就看左 看右 全部 穿着西装 就越来越紧张了 结果第一个讲师 一上去分享 第一个讲师一上去分享 原本分享一个小时的 他一致我介绍五分钟过后 他就 哭了将近四十多分钟 那么在哭的过程当中 我的伙伴坐在旁边 他的反应就很激烈 他就会坐在旁边 突然间 Yes 他在继续哭 继续哭 再多几分钟后 对 那时候我希望你们 站在我的角度 以一个信任的角度来看 你的朋友 好兄弟 认识十四年了 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hot的 这么热忱的 突然坐在你旁边 Yes Yes Us Us Yes Us 然后不止他 整场五千人都在那边 Yes Yes Us 那么那时候你看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只有两个选择 一 我融入进这个环境 适应这个环境 二 我就被这个环境淘汰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虽然很内向 虽然很害羞 也没有办法了 结果怎么办呢 跟着喊 他Yes 我就跟着 Yes Us 他弹得好吗 对 好 就这样的情况 然后一大清早 第一个讲师谈完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 此地不留人 茶点的时候 赶快就要落跑了 我就去买早餐 在我去买早餐的过程当中 我就真的去想 一个领导人 收入百万 这么大的一个收入的 一个领导人 大男人 能够站在五千人的舞台 哭了将近整整一个小时 那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就在想 哇 如果是老板 私底下塞钱 桌面 桌底下塞钱 给他一千新币的话 要他哭五分钟 应该没问题 不过如果老板要 私底下塞 五千块 一万块也好 让他哭整整一个小时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功夫来的 对不对 今天 再大的钱 交给我 要我在这里哭 一个小时 我真的办不到 我觉得很难 我宁可去面对这个舞台 来做一个分享 那时候就因为这个东西 让我很有感触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分享者在舞台 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真的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阻力 而也就是因为 这些挫折跟阻力 他无法表达 他的感恩给予公司 他无法表达 他的感恩给老板 包括给我们的副总裁 那时候的副总裁 Claudia 边谈 边流脸泪 他也不管人家怎么看他 我单单 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 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 再回去听听看 所以你看 我是原本从一个新人的角度 想要落跑的 到回去 乖乖地回去 自己坐下来 听了整场会议 听完了整场会议过后 当天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 这间公司 Reway国际 我非加入不可 非加入不可 虽然他们那时候告诉我说 已经没有位置了 公司已经没有再请人了 隔天我就做了 很冲动的一个举动 去了银行就辞职了 就辞了 就等消息 不过不管怎么样 最终最后也是来到这间公司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面 我要跟你们分享什么 有可能今天茶点的时候 或者午餐的时候 不要落跑 因为任何一个分享者 台上 或者有可能台下的 或者有可能你去到洗手间 去到午餐的时段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听到一句话 或者看到一幕的话 有可能这一幕 这一句话 具有可能影响你 做出另外一个更大的决定 对不对 所以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 包括你看刚才我所谈的 培训会对我来讲 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我也是因为培训会而加入 所以每一场领受培训会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要去争取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 当时能够激发我 我相信相同的今天 它也应该能够激发我 关键就在 我有没有选择要被激发 对不对 那么讲到培训会 你看过后我就去了台湾 两年的时间 那时候台湾本身是没有自己本身的活动 没有培训会 没有表扬大会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那里的领导人 只要他们要学习 他们想要吸收到一些知识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自己本身套腰包 然后去到国外 然后去到国外 新加坡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然后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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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Hot的时候 他们就会买机票回去到台湾 就把他们的伙伴们聚集出来 告诉他们说 哎哟 这一次你们没有去太可惜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们五个人去到那边 哇 得到很大的力量 所以那一天是这样的 走走走 谈谈谈谈谈 很兴奋地谈 谈到影响多一两个人 跟着他们下一趟一起去 这样的过程 重复了好几次 从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九个人 一直都在影响 到今时今日 要是你有发现到 我们每一场大会的话 台湾来的伙伴们 没有少过四千个人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因为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甚至到他们开始有自己本身的培训会 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表扬大会 那么第一场培训会 也没有像今天 我们第一场 在澳门的这样的培训会 那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不是自己建造上来的 是酒店里面的舞台 台湾的饭店里面的舞台 就是很多限制 那么后面的背板 也没有这么漂亮 就是一个墙壁 几个窗帘在后面 可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 单单能够拥有自己本身的培训会 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骄傲了 我们已经觉得说 哇 我们做得很了不起了 到我们有自己本身的表扬大会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是没有这么多LED电视机的 那时候只要旁边有一台LED电视机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起来 甚至被表扬的 我们就会讲说 那天你的整场影片 都会在这些LED里面播放起来 很了不起的 哇 你会感觉到 好像人生没有白火这样 哇 人家就因为这个LED电视的这个视频 他们会讲说 非来不可 不过那时候就一台 那么要是今天 你注意看这个会场的话 单单这里 至少都有八台LED镜 对不对 那么你们看到了会兴奋吗 会兴奋吗 会 会兴奋吗 你们要兴奋 你们真的要兴奋 所以你看 那时候 那时候 单单这一切一切的 小小细节上的东西 都会让我们很兴奋 想要去达到某一些目标 那么讲到培训会这些 那么 那时候在台湾就刚好就认识了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你看那时候我认识这个领导人的时候 他也是今天第一位会站上来这里 跟大家分享的一位领导人 你看那时候我认识他 只听过他的故事 不过从来没有近距离的去接触他 那么听说他以前是做销售的行业的 那么照理看 做销售行业的人 他们讲话会厉害吗 通常会比较厉害一点 所以那时候一直听到他的故事 就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挺了不起的 这个有卖过 那个都有卖过 不过从来没有近距离去接触他 那么 直到有一天在公司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从远方看到他 哎呀 传说中的 销售之神 什么也好 也不敢去问他 结果那时候他一进来的过程当中 他的领导人 他的推荐人 就开始去卖这个人 就说下个月的今天 几号几号几点几点几点 这个领导人将会在一场参会里面 来做演讲 而这会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 在自己本身的会议里面 来做演讲 所以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很期待 因为每个人都好像那时候的我一样 很期待 很想要听他的分享是怎么样 全部就开始邀约人 邀约很多人 大生意人也邀约来 打工的也邀约来 街上的人也邀约来 就去了他们的餐会 结果那一天 也做了不少人 每一个人 去到这个餐会 也不是很 关注在吃的东西 都在问 你们所讲的那个 分享者 那个讲师几点上台 几时到他上台 结果当他开始要上台的时候 全部椅子排在 舞台的中间 每个人就去那边坐下来 那时候我 都很期待 想要听他的分享 结果我就跑去第一排 就坐在 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那里 全部就很关注地在看 等他开始聊天 等他开始分享 结果当主持人 介绍这个领导人上来的时候 他从后面这样走 走上舞台 我们全部 四十五十个人 坐在前排 他走上舞台 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交给他 他就拿着麦克风 不是巴金森啊 他就拿着麦克风 就在那边 摇 那时候我坐在前排 我看得比任何一个人更清楚 我在那边看 那时流汗 那时候我在想 不是开玩笑的 那一天邀约这么多人 他就谈我们的产品说明 他就 大家好 我叫什么名字 今天很荣幸跟你们分享 世界卫生组织 在2011年出了一个报告 是大杀手 这个产品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OK 谢谢 就这样走掉了 那时候我在想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所谓的这个 非常了不起的销售人员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不过 就从那一次 你看 虽然 他在舞台这方面 是很有恐惧的 可是等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领导人 站上舞台的话 你绝对不会相信 刚刚我所谈的这一番话 你绝对不敢相信 他以前是这样的 所以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就因为他最害怕的一个 舞台的恐惧 他持续不断去面对他 对不对 所以今天他才能够站在这里 面对这么多人 来成为分享者之一 那么当我们去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电话在跟他聊天 他很好奇 很好学 一直想要学习的 有时候我们电话 他一打来的时候 你不会听到他先讲话先 不过你会听到 有一个这样的声音 有时候我们就会问他 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那边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呢 他说没有 你继续讲 我再把你们所讲的东西 写下来 从他一开始进来 一直到今天 他还是保持着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学习的心态 而在过程当中 也非常了不起的 达到了他自己本身 所设定的一个目标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连续15个月 所设定给自己本身的目标 连续一次过都达成 连续15个月 那么这位领导人是谁呢 事不宜迟 必须要借用在座各位 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 飞马铃对三 冯玉恩 各位优秀的领导人 大家早上好 好 好不好 好 被大家介绍到 就想到以前 真的是 真的我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今天 我们的公司 还有我们 例会公司 给我今天 这样在香港区 这样 这边就代表着 我们14亿的人口的 一个市场的一个舞台 今天来到这边 能为大家分享 真的 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不好 真的 昨天我就已经到了澳门 然后我就来看看会场 真的 不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说 以我之前的经验 在台湾 我参加第一场领袖培训会的 那个规模 我会看到 就是我想象不到 哇 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所以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 哇 天哪 就是更紧张 然后我是在二月初的时候 收到说 就是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这边做分享 然后我就一路看我的主题 我就 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我越看 我越 越恐慌 我发现说 主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是 人的心态就决定你的命运 对不对 因为我的主题就是 99%的心态 就是占有 所有成功 你要所拥有的99%心态 加1%的技巧 所以说 心态它是重于一切的 对 但是我还是 澳门 应该很多人 还不是很熟悉我 对不对 那我还是从自我介绍开始 我姓冯 二马冯 富裕的欲 感恩的恩 那我是来自台湾 对 但是我是出生在河南 所以我跟澳门是蛮有远远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 就是在这个区域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是 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其实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的话 我就在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很深的感触 我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心中无畏杂成 其实真的是 不会想象得到 就是之前四年前的我 或者以前的我 没有想象到 我会能有今天 就是你站在这里 你会发现说 哇 好像一切都是在做梦 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的你会发现说 以我自己人生的那个历程来讲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 真的是感恩这个公司 对 那刚刚 那个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的总经理 他有分享我 其实我为什么会 就是在舞台上 我很多东西 我想要表达的时候 我真的是 就是 知道说 明白那个道理 但是你要我真正去 把它表达出来 真的是很吃力 所以我对舞台 它本身就是非常的 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那我小时候就是 非常的内乡 就是基本上 没有在讲话的一个人 我兄妹有五个 我是家中最小 那我是出生在 大集体的时代 在我们这边应该 比较多人了解 什么叫大集体 对不对 就是农村 那个 就是出生在那个 物质时代 很缺乏的时代 就是人们为了温饱 你就要不停地去做事 你根本顾不得家中小孩 那又兄妹五个 又是他们大人 都吃不饱的状态 生下我的时候 我自己小时候 就是很瘦弱 然后因为家人 他们要忙碌于 田中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在交流 或者说在讲话的 对 那真的就是 小的时候就是 就是能够帮助家里 做事情 就一定要做 就是去拔猪草 去剪柴 去放牛 去放羊 看得出来 我曾经做过这些吗 其实如果说 四十多年前的 很多乡下小孩 应该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乡下小孩 你会了解说 那从 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自己呢 就是可能小时候 营养不良 就是我会发现说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去读了小学嘛 那差不多在 七岁吧 八岁 对 就读一年级 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发现 很难听得懂 那个老师在讲什么 真的是很难学 但是我上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程度有跟上去 然后期末考的时候 也考得我 有史以来 我人生中最好的成绩 就是 九十九点五分 数学九十九点五分 国文考到一百分 但是我遇到了 我人生的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是怎样 因为我们 我出生的那个 是计划生育的 最后一年 那个时候 最多小孩 就是只能生那一年了 再生就要罚款了 对不对 所以我那个班上 很多人 所以老师就把我留级 他说 你看起来很小嘛 你年纪小 你要留下来 你下来做班长 你要留这一级 那我小时候 不太敢讲话 其实我不想留级 一点也不想留级 对不对 因为你要往前嘛 但是又不敢讲 然后大人 家里的人 他们忙碌 也没有理这个事情 但是 当我被留级之后 遇到了一个 类似放牛班 就是班上 有个很坏的学生 不准我们写作业 不准我们背书 谁要做任何 你跟老师配合的事 就要说 就是你要被揍就对了 就被恐吓威胁 所以 从那时候之后 就会被那个班上拖累 就是没有再读书了 所以 二年级 我在考试的时候 平均在八十级 还没有我上一次 没有留级的时候高 然后从那之后 我可能就对 对于读书这件事 好像失去信心 对于老师 他的那个决定 我一直也想不通 为什么 明明可以让你生 然后 要压着你 不给你生 其实在我心里 一直是蛮 那件事情造成说 最后 真的越来越读乎懂书 也连数学的理解能力 都做不到 就是我不懂 那个数字怎么来 我不懂那个 例如什么 π3.14 或者说那个公式 怎么做得到 就是 所以慢慢读书 不好的时候 能做什么 乡下农村小孩 就是 就是刚好改革开放 大家南下 就是来 就是有的去北京啊 有的来深圳 就是打工 那我就跟着 跟着同村的人 其实那时候还小 还没有拿到身份证 应该是在15岁 我就 跟着同村的人 去到了 一家工艺厂 就是借身份证来去打工 那时候 第一个月的薪水 我记得很清楚 93块钱 人民币 对 就是 但是我会发现说 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说 我有用了 有没有 在乡下一样很 就是帮忙做事 但是要赚钱 有机会吗 其实是没有机会的 对 这就是 然后就是 再来就是什么工作 或者玩剧场啊 或者说 就是工作一个一个的 就是去换 然后也慢慢的 就是存了一点点的钱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看到别人自己在创业 自己在去 去做任何事 自己会不会也想要做 对 那时候就看到说 好像做服装会比较好 那有存到一点钱 想说批货来卖服装 对不对 对 那时候其实也在 想做 但是从那个中间 做生意的过程中 其实存的钱 其实开不到半年 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 因为它没 你赚的就是库存 你几乎就转不到 因为没有很多的钱 可以让你去做 所以也就在这个经验中 就是第一次的 自己第一次的生意就失败 对 那很 就是当初 其实我们在乡下的观念 就比较重男情女 对不对 就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其实就很有结婚的压力 就是也差不多 姻缘也到了 那时候就是 遇到了我的先生 就是在工厂 在 然后就这样的姻缘 我去到了台湾 对 其实去到台湾 最开始以前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就会觉得说 台湾它是个宝岛 对不对 蛮好的 嫁去一定 应该是比 在 留在我们 这边会来得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 真的就是 你去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贫富差距也是很大 就是 就是你会 你在那边 它是非常频繁 普通的一个上班族 就是 它也是刚当完兵退伍 然后它的薪水很低 就是 台币的话 两万六 除以人民币是多少钱 是 五千多块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才到台湾 我不能工作 那我也有 刚好有我的老大 他一个人的薪水 要养老婆 养小孩 够用吗 其实是 靠着 就是你要去 卖场 不是可以刷卡吗 对不对 不够的部分 就用刷卡 所以说 这样的恶性循环 生活压力大不大 其实是非常的大 就是 会发现说 哇 要怎么样能够帮到忙 要怎样子可以 可以能够 让生活好一点 所以我能工作的时候 我就 就去应征工作 那我做的 在我这样 在台湾这样二十 现在已经二十一年的过程中 我做最久的工作 就是专柜小姐 就是卖单分内衣 大家知道专柜小姐吗 就是 就是刚刚他说的销售人员 其实 那个 就是一个柜台里面的服务人员 其实真的不具备外面销售的一个能力 其实人家进来 你只是懂 你了解他 帮他量他的需求 你就帮他服务就对了 并不是说 真正在外面 像做房仲啊 或者说保险类 那个 比较去 就是 我觉得说 他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但是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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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我看到我的同事 做到25年 30年 他退休了 然后他继续在那边工作 这个现象让我感到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好像真的 人家所说的工资不出头 对不对 要做到老做到死 其实真的就觉得说 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已经知道说 我继续工作下去 我还是这个样子 不能够改变什么 就是甚至 我自己 在台湾 已经那么多年了 我很想 很想 要我的妈妈去台湾 但是 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房子很小 房子很小 要挤那么多人 就是你根本没有空间 然后你也没有多的开销 预算 可以 可以带他出去 就是你没有那个开销 你在负债中 就 就没有办法 一直往后拖 我就想说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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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 然后我妈妈也挺体谅的 她也是 就说没关系啦 到处都一样 没有去看也没有关系 你如果说 就是 就是那个钱呢 就是你直接就给我就好了 不用让我过去 也没有关系 这可能是老人 她 她的一个 想法 就是 想 让儿女 不要有那个负担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 其实是 真的是 但是以前 没有来到这个公司之前 真的是 比较 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感触 因为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感恩我自己 有这样的人生 有这样的机会 在四年前 现在是二月嘛 对不对 我自己是在四年前的一月 遇到了丽慧 也非常非常感恩 我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我的推荐人 林静音大哥 接住大家的双手 感谢她 真的 其实当初 见到她的时候 真的 她是两眼发光 兴奋到手发抖 她很兴奋 为什么 她自己五十出头岁 她自己 在外面的市场一直拼 像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 非常拼的人 但是她找不到 对的平台 她 她就是 努力没有结果 但是 她的朋友 跟她推荐四年多 她不相信 她从 她感觉说 一个东西 怎么可以达到 这样的效果 她没有看到 她不相信 但是她四年后 她看到她的朋友 她的推荐人的改变 她觉得说 她想要研究 好好了解 这个生意 然后她就每一场 会议参加 她就每一个餐会 去了解 然后她看到 很多的见证 然后她去 每一个分行 分公司 去坐着等 有没有人进来 然后问别人 你用了没 你是怎么来的 这样去调查 去确认说 这到底是真的吗 她确定完了之后 她来想要做 这个事业的时候 她来跟我分享 她真的不夸张 真的是两眼发光 手发抖 我真的是看到 她这样子兴奋 其实我 我觉得蛮惊讶的 怎么有一件事情 能够让人感觉到说 我终于找到 我生命的 就是我找到了 我要成功的地方 我一次在追求的 一个东西 我找到了 我要在这里成功 那她看着我 她说 你知道你很爱漂亮 你也是 就是在找寻机会的人 你可以来了解 来认识看看 其实当时她跟我分享 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哇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露胎素 或者听过干细胞 听过活细胞 都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概念 然后觉得说 哇 有这样的东西 真的是 让我眼界开了一点点 但是真的 她分享很多见证的时候 我反而很害怕 我看到糖尿病 那个烂烂的 我会觉得很恐怖 哇 真的是吓到我 真的 你会觉得说 怎么有这么恐怖的事情 因为自己 没有做健康产业 你周边没有去留意 这些事情 你不懂 人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最后变成那个结果 你真的是不懂 你猛地看到 你被照片吓到 就是哇 就觉得说 这是真的吗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是 这个产品 你如果了解到之后 如果是女生的话 你绝对非常地 为什么 因为她可以回春五到十岁 对不对 她可以漂亮 其实我自己当时的情况 真的是 不是很好 真的不好 因为也是在负债中 也算是卡奴 对 也是在努力工作 但是我一直 逃离不了 那个老鼠赛跑 这个是在1995年 不是95年 2005年的时候 我就看一本 穷爸爸富爸爸 那个时候 我还在大安分内衣 就是这样多少年 13年前了 对不对 2005年的时候 对 我经由朋友说 那本书你可以看 它会让我们了解 我们自己现在 身处在哪一个状态中 你可以去了解 然后我就看了 那本书之后 真的让我思维上 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发现说 原来我们真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跳脱 那个所谓的老鼠圈 你会工作一辈子 你就不得休息 你就是要一直做下去 所以说一直也在想着 有怎样的方法 有怎样的办法 可以达成自己 所以说在我人生旅途中 其实也接触过 好几间的 就是别人介绍东西不错 我想要试试 然后我试过了之后 还是 然后学过了之后 我发现我更加的害怕 我更加的排斥 因为我觉得说 我真的不适合 我 以我的个性 就是 很内向 不太跟人讲话 我就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我自己就是 没有朋友就没有人脉吧 没有人脉 你没有在讲话 你就没有口才 所以说最后我总结的一个重点就是 做这个行业需要 有口才 有人脉 要有能力 要有财力的人做的 这个东西跟我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所以之后再来什么 我最多就是一个消费者 我最多觉得东西不错 我用 试过好用 我会继续用 不好用就这样 我就不会再去理 所以说 但是我今天 进入了例会 真的是我真的想象不到说 我自己 从 消费者 我自己从 发现说 哇六个月 然后我自己卡这样子 我负担 这样平均起来 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我自己从小的体质 比较弱的关系 我就是 严重的过敏 真的非常 那个过敏 不是普通的过敏 普通的过敏 可能只是遇到什么问题 你只是过敏 但是我过敏到 我必须每天吃药 我必须每天吃抗主食安 从 以前才到台湾吃一粒 最后变成早中晚 变成如果下雨 或者冬天 天气冷 我要加量吃 我不吃 我就会 很痒很痒 脸虚肿 感冒症状就出来 你会呼吸不到 你就不得不吃那一粒药 你就是要吃那个抗主食安 所以吃药都藏在钱包里 也不敢给人看 或者觉得说你有病了 对不对 这种感觉其实不好 就是不会给人家去了解说你有这个问题 也不会跟谁说 但是会知道说我的鼻子都会不通 然后会有 会冲鼻子 会冲那个鼻子的那种 这个在我们那边叫什么 故事点 我不知道这边怎么去形容 这是一种毛病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困扰我 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是因为爱漂亮 我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是我用了之后 我的第一天 第一天用到之后 我就有反应了 真的 这个东西 我以前看人家的见证 我会觉得 哇你好夸张 当我自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看到那时候我跟范董分享 她的眼睛睁很大 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很夸张 给我们的范董一个掌声好不好 因为她是我用到产品好之后 我最开始去分享的人 对 因为我自己 自己用中医西医 吃了瓶瓶罐罐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健康很重要 对不对 今天我相信大家 健康这个理念在市场上 就是大家都会懂说 她很重要 只是说 有没有真正去重视她 所以说 但是我自己人生的历程 因为经历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的事件之后 我自己就本身就会 觉得说 真的生病不是 不是等来不及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他扶养我们五个 他养着这一家 一个大家庭 然后他自己从来不舍得对自己好 就是神啊 舍不得 就是平常也不注重养生 然后才五十出头岁 刚刚过五十而已 然后一检查出来 就肺癌末期 然后我陪他去医院 在 我亲耳听到他在求医生 说 我还不想死救救我 但是来得及吗 其实很想找一个机会 但是也来不及了 就是辛苦存四十年五十年的钱 那个积蓄啊 一年就花光在医院 然后还是救不回 救不回来 然后医生赶着回来说 这里没办法了回家 所以他在家里在断气的时候啊 已经不行了 他还在告诉我说 快送我去医院 其实我自己经历那个 那个过程 我自己心是非常非常痛的 我自己也对人生有很大的领悟 我会觉得说 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 真的他们以前的观念就是 就是要省着给儿子 把东西省起来 能够多存点钱 其实那个观念真的是 等到他最后后悔来不及的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为什么就是平常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所以说我自己经历这个路程的时候 我对于爱自己这一块 我会特别能够去 就是我自己知道说吃药不好 我会想说想尽办法 我去寻求方法 我有没有办法 把我用到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会去中医西医 我会去用民俗疗法 我会去别人介绍我什么东西不错 我会去尝试 所以我的橱柜 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产品之前 也是瓶瓶罐罐的 你说到的 你想到的 几乎我可能都有 连那个青草粉 连那个什么 很多东西 我在调养调理 但是怎样子 就只能 就是没有让我脱离那个西药 没有让我脱离抗主治安 我只要不吃药 我的过敏就懒 就会很不舒服 就是你呼吸不到 你不能正常生活 你还管药会让你洗肾吗 你还会管药会让你 那就是毒吗 你会去管它吗 其实你只想当下能过就好了 可以这样子让自己不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了 对 其实真的让我很惊讶到 我接触这个产品 其实最开始我只是个消费者 我想说 因为我自己已经 以前的我否定自己 我觉得我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 你做就好 你千万不要找我 你千万不要找我 但是我用了产品之后 我会发现说 竟然可以让我不用吃这一粒抗主治安 我发现说 哇 鼻孔有点大 呼吸有点热 然后那个呼吸很顺畅 这个让我感觉很惊讶 就是说 但是我第一天还是不相信 我觉得说可能是臭巧 就是臭巧 可能总有时候可能不过敏吧 但是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你会发现说 哎 还是可以 不用吃那一粒抗主治安 还是可以这样子 所以 这样子让我 对这个公司 产生很大的兴趣 我会觉得说 哇 这真的是我梦想的东西 为什么 女生最怕老怕丑 对不对 过了三十多岁之后 你会发现急速老化 皮肤蜡黄 精神体力不好 又在吃这药 又腰酸背痛 对不对 然后真的 你睡都快睡不醒了 就是觉得说 工作一天之后 你会没有精神体力 就是要爬起床都很辛苦 但是当用到这个东西 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天哪 我好爱这个东西 我想要 我真的想要好好了解说 因为可能我很想要吃它 但是我在想说 如果你自己只是吃 你没有去了解的话 你怎么会吃得起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平台就是说 可以经由我们分享 我们可以吃到不用钱 对不对 其实当初是为了想说 哎呀 这个东西我太爱了 我可能想要长久性的 我都想要用到它 我来了解 我来学习 我来看看它到底是 是 是 怎样的 当我越了解越了解 看到越多越多见证 然后我把产品给我的家人 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小孩 因为她也遗传过敏 还有我 我大陆的妈妈 就是 给他们用过 我看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 还有我看到很多很多人的 见证的时候 真的 我每一次上台分享 那时候 我真的就是 就在流眼泪 为什么会流眼泪 就是 非常非常的感慨 怎么没有早一点 有这样的福报 遇到这个产品 如果早一点 早一点的话 其实我的一个同事 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就可以救到他 或者说我可以救到我的爸爸 我哥哥的女儿 也是才14岁 得骨癌 也是去医院 或者是用任何方法 最后也是 都在求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人给他机会 找不到任何机会 就这样走了 当我发现说 哇 天哪 我遇到了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其实我在心中 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感动 也会觉得说 在市场上 还有多少人 在等待着这个机会 想要寻求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 在我自己认同 认定了之后 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 真的是一张白纸 真的 不会 不会真的一点都不用怕 因为不会你只要学 就像我学习很吃力 我才一直做笔记 因为学习 你的 学习力太差的时候 你真的是 就是笔记的话 人家说 像我们那个老古话 都说什么 好记性不如一个 烂鼻头 真的就是这样 你再好的记性 你真的是 把它记下来 你再看 真的会 能够比你 只是听过去 来得好一点 对 那就这样的一个 自己 我自己婆婆的见证 在这边可以讲 因为在台湾 其实是 你好了 你有见证 其实是不能说的 因为台湾的法令 它就是这样 它是 私下可以讲 像这种场面 是不能讲的 就算你好了 它就是法令规定 你不可以讲 讲了就是犯法 没有为什么 就像新加坡 不能吃 口香荡一样 对不对 它法令规定 你不能吃 就是如果你做了 你就是犯法 对 那我婆婆 她的头发 是完全 那个 因为她是睡眠障碍 她睡不着 她睡眠很浅眠 然后不太好睡 所以她就严重地 突顶 掉头发 所以她出门 一定戴假发 那时候 其实我只是想 她全身酸动 每天看到她 也是跟我一样 都在吃药 大包小包的药 一下中医 一下西医 我只想说 我不用吃药 那我已经用到 这个产品 不用吃药 那她应该 也是 有这个机会 我就分享给她 就是这样 但是最开始 家人认同吗 其实 最开始 家人的 那个 就会觉得说 你不要搞这个啦 你 讲台语 她都 你不要冲黑 你不要 做那个东西啦 就是你 卖好人 骗起来 就是说 你不要被骗了 对 她就是 就是讲这个 但是我有告诉她 我不是 自己 就是 我自己有用到 我发现好 而且是新加坡 对不对 而且是纽西兰的产品 新加坡的公司 而且这么多人在用 而且最主要是我用到 我用到 不用吃这个 我说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 我的变化 她一看 她其实也知道 她说 哇 有变比较漂亮 气色比较好 然后我以前在家里 都会冲鼻子嘛 她说 这些天都没有听到 你的鼻子 这样的问题 我说 对啊 我说 你就先 先用 先就是 先用就对了 其实家人 都不用讲太多了 我觉得 就是自己用的好 你就用 然后我就说 就是我有听到这一句话 就是用之前一定要做什么 就是一定要拍照 当初其实我也才接触 我也是 不是 要怎么 不懂说 要怎么怎么做 但是我只听到 金银大哥跟我说 他说 这个产品会说话嘛 反正你用之前 千万要拍张照片 所以像我婆婆的照片呢 我觉得如果换菜 其他人绝对就会 没有拍到那张照片 因为她会不要拍照 因为她在家里 没有戴假发 她出门一定戴假发嘛 她在家里没有戴假发 她会觉得自己这样很丑 她会不给拍 卖了卖了 讲台语 她说 不要拍 不要拍 但是我就没有管她这样 我就说 说用之前一定要拍一张照 一定要拍 所以我就有帮她拍 好在有拍那张照 因为 她的连毛囊都没有的 就是变成发芽 变成头发慢慢长起来 最后出门是不用戴假发 她最后把头发烫起来 这么夸张 真的 其实 其实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因为我当初的想法 是给她睡眠好 因为她自己睡眠不好 是她的主因 然后再来就是 她常在吃西药 在吃这药 想说 就是让她身体变好 不要说 因为家里的老人的问题 都是七十多岁了 七十五岁 这样的一个身体 是不是老人病都特别多 像我公公高血压糖尿病 我大陆的妈妈 有高血压糖尿病 还十多年前 还中风一次 还中风一次 然后中风 耳朵一边都听不到 对 那我自己 这边 这边我的公婆 他们 公公是糖尿病 那个脚上有那个 是黑斑 跟破皮烂 还没有烂到 像那种照片那样 它只是会 皮 皮在烂而已 就是 黑斑跟破皮烂的问题 就是 医生常在 弄一个药膏给她涂 但是伤口不会愈合 也是那一种 其实我觉得 这种状况应该 最后我了解的状况 其实那一种算是 就有点严重了 因为你会看不到 她的眼珠 她的眼睛都是 红色的 连眼球 你都 你会看不到 眼球 白色的眼球 你只看到红色 也看不到黑眼珠 我最后 真的以前 没有做健康产业 你不会去看到 这种现象 你的眼睛只是 生活 就是这样过 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工作 你不会去留意 旁边的人 最后 在做健康产业 我才看到她 我自己都吓到 我才发现说 哇 她的眼球 没有黑眼珠的 都是红的 也没有白眼球 这个就是糖尿病 引起的并发症 对 就是自己用得好 你又想给家人 也能得到健康 会不会更要了解 更要来学习 更要来做这个 这个 这个事业 来让家人得到 其实当初 其实是有这样的 想法在里面 所以就 就是去认真的学习 对 那真的来到这里 我真的发现说 公司真的一直一直 它是给你 很多很多的 机会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有这样的心 你只要学 你只要想要 真的都 来到这边 你会发现说 你真的 不用多厉害 不用很厉害 你真的只要开始 你只要去做 你就会 你来到这边 你会 看到一个正商 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的一些 成功的领袖 你去了解他们 每个人的故事 还有今天坐在前排 这些 每一位领袖们 你们了解 他们的故事 你就懂 这个生意 可不可以做 对 我们给在座前排 一个掌声好不好 其实当初 最激发我的 就是 讲到 那个 就是 金银大哥 跟我讲到 那个林顺利的姐姐 Kaley 他说 他跟你一样 就是没有自信 也不敢看人 脸都 眼睛闪开 就是 就是讲 就是跟我很像 他说他这样子 也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 但是因为接触到产品 他可以达到飞马 你在这边 你认真去 去看 你都是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他 我了解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真的很激发我 我想说 他能 那我应该可以试试 我应该也可以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Kaley 有你 真的 我最初进到历会 最初在十年前 我就是因为 因为你的故事 激发我 因为让我有自信 因为我完全没有自信 我完全就是 就是 就是不太相信自己能够 因为 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直遇到蛮多的挫折 自己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很拼啊 做到一个柜上的柜长 最后结果 还是负债 还是没办法 让自己的生活好过 所以你会 原本的梦想 慢慢就没有梦想了 慢慢就没有了 明明知道说 真的你要成功 你的心态一定要好 对不对 一定要好 你 因为你有好的心态 你有好的想法 你才有一个 好的做法 你才有一个好的谈法 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对 你的结果自然就会对 你的心态对 你的结果才会对 就是在我自己 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中呢 我总结了 几个我自己 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 真的来到怎样的环境 你就会有怎样的结果 对 就是我来到历会 我会发现 很正能量 大家会互相鼓励 对 他会 就是 你看到别人是这样的时候 你也会去这样做的时候 你自然会影响到你的改变 其实这个 这个是 在这个 过程中 就是 可以选择 就是凡事看好的一面 对不对 就是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凡事 去看好的一面 你就会 发现它是那么的好 如果你要选择看坏的一面 它一定就是那么的坏 所以说 每件事情它有两个面 那我们就是 积极地去面对 对 那遇到问题 会不会遇到问题 其实一定会遇到问题 像 像 刚刚我讲到 我 我 得到健康 我想要分享 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东西帮助到我 一定它能帮助到 帮助到 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就从旁边 我看 可以分享的 我欣赏的对象 我觉得说 哇 就特别 特别就是有一位 就是因为我自己在 专柜 那边做了 看到说 做到死也不会退休 所以我就想说 做传统的 就是玉红就修的工作 我比较有时间 可以安排学习 所以我的上一份工作 就是一个工程公司 那这个老板 他非常的 就是 怎么说 他白手起家 他 就是 非常认真努力的一个人 就是从 也是从 几十万 上百万 上千万 上亿的案子 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然后他最早去公司 最晚走 然后假日也不休息 够不够拼 那 超拼的结果 那他的身体会好吗 忽略了身体健康 所以 那时候我看到 他的状况就是 可能五十岁 左右的人 看起来像六七十岁 所以 那时候我 最想分享的 因为这是健康嘛 我就想说 哇 你竟然那么成功 对不对 竟然 就是这个产品 又能 把你拿回健康 又可以更青春 那 如果说 你懂了 谁不会要 对不对 所以我就来跟他分享 他就 他第一 我跟他 讲 讲说 有这样的一个 东西 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到了台湾 那 因为我自己有用 用得不错 那我想要分享给你 然后我就跟他讲 这个产品 因为 最开始以前 不像说 现在那么多活动 可以带 就是最开始 现在 现在接触的时候 就自己先讲 然后讲完了 他告诉我说 我很健康啊 我很健康 对 真的有时候 就是一个观念的不同 对不对 观念的不同 他 说他很健康 其实根本是不了解 自己身体的状况 其实我 明明看到他也 每天在吃药 真的 每天在吃着药 但是已经 这个我能理解 因为我自己 没有好之前 我觉得我 我之前 我的过敏的问题 我觉得 那时候以前 我都觉得我没有病 真的 已经吃习惯了 医生也不能解决 你的问题 你每天在吃 你不觉得那是病 对 你已经习惯了 当你能好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 真的能好 所以你还没有好之前 你身上的问题 你不觉得它是问题 你就已经习惯它了 所以我能体会到 所以我就跟他 分享一下 因为在这边 有学习嘛 就了解说 人 人就是 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 我就有分享 我自己 自己为什么 用到这个产品 怎么接触 那我爸爸的故事 对不对 然后 人不是要倒在下面 检查出来肺癌末期 你才去保养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是 就像一台车一样 对不对 开了 你多久保养它一次 你都会去保养 你每多少公里 你就去保养了 但是我们人自己 一用 很久很久 都会疏忽了 不会去 特别地去怎么保养 最后讲到 观念通的时候 他真的 也是 我自己第一次 去领袖培训会 我买了票 然后我邀请他 他也是陪我 参加第一场 领袖培训会 然后他再来了解产品 他愿意给自己机会 他身上发生见证 这样的一个大老板 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 也是我们的 飞马林对三 我们的范明俊 我们的范董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好不好 真的 你看 如果别人拒绝你了 拒绝你 你就去放弃 你会有一个 这么大的组织存在吗 其实最开始 都是想象不到 他从来也没有做过 任何关于直销这个行业 或者说 但是他自己 却能够看懂 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原来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原来比他做工程 那个 像台北市立儿藤肉 研究他盖的 像很多政府工程 自来水厂 污水处理 加压站这些 他接过很多的大案子 就是公司做过很多的案子 但是你看 他来到立会 他发现是一个全球的事业 他发现 这个生意可以帮人 让人身体好回来 这个事业是源源不绝的 这就是 你自己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机会 你自己遇到问题 你去面对 你继续地 把你所知 所学 去告知别人 只要观念通了 路就通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思想观念的 一个问题 对 所以保持一个 积极的态度 所以说每天就是 来到这里 你会发现 你的心情也会越变越好 真的 因为 你会非常的快乐 你会发现说 你能够帮助到别人 比任何事情还来得 有意义 我们积极的心态 对 就是 很 再来就是我们 面对问题的一个 态度认真重不重要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看到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 有多认真 别人都会在旁边看 我自己看到的 如果就像 他不以为意 他不当回事 你很认真 你一样会影响到他 但是 如果你自己态度 都不够认真的时候 是完全 没办法影响到 就像 就像 真的就是 你自己要先 去有那个态度 才能会去影响别人 就像 很多时候 像我们 在学习 我们在 知道说 立会成功的模式 是参会的系统 对不对 我看到 就是 一个参会 它有没有结果 它有没有 很认真的 去对待这件事情 它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 差别 就例如我 团队有一个伙伴 他自己 二心呢 他就办餐会 他也是像 老板刚刚 老板他刚刚 前面一段开场 他有没有 让我们感觉到 他非常的认真 就是 两三个小时 他都已经来到会场了 两三个小时前 这样 我们 会不会被他的 所作所为 想要成为他 这样子 会啊 对 就是那一个 伙伴 他就是 自己开餐会 他就是 提早 很早到 然后连厕所 自己都会去 再洗过 厕所 人家的餐厅 别人的场所 他竟然会去 就是 就是他会去 认真到这种程度 但是他的认真 让他的餐会成交率 超级超级的高 几乎百分百 因为他很用心地 去做好 每一个细节 餐会的细节的时候 自然你就会有一个 很好的效果 他也是我们现在的 孔雀林 对 我们的王佩儒 对我们的范总属下 对 其实认真就是 在我的认知里面 就是真的 就是把每一天 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你的人生 会不会留有遗憾 不要 就像我们播出 这样子宝贵的时间 我们千里迢迢 我们飞来了这里 我们一定要把 就是要拿回一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 我们吸收的程度 绝对不一样 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来就是我们要有 我们 一个很坚持的心态 如何去 对任何事情 我们下了决定之后 我们一定要去 把它努力完成 甚至 就是 全力以赴 永不放弃 其实我自己 在刚刚主持人有介绍 连续十五个月 一直是设定目标 然后去达成目标 其实在我还 就是我自己第一场 领袖培训会的时候 我什么心都不是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自己当月 我就想说 竟然来这里 想要经营这个事业 我就设定目标 是一心 但是我当初看到上面的 就是孔雀 凤凰啊 甚至飞马 我觉得那个很遥远 很遥远 就是觉得 哇 就是不敢想 但是我至少 先去完成我的 钻石一心 所以那一次领袖培训会 我就买了十张票 我就邀了 就是自己没有人 就是拜托 自己认识的邻居 让他多带三个人 让朋友多带三个人 经由三个人 多带三个人 找到有十个人 但是那个月 他们参加完领袖培训会 再来产品说明会 那时候真的就是 一单一单一单 就是这样子 那个当月就达到 钻石一心 在二月 在2015年的二月 我达到钻石一心 所以 当你达到一心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说 你可以做到 不然的时候 我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会 因为我自己在传统的工作中 就是我领的薪水了 我发现 真正算起来 没有超过五万块台币啊 就是你领的薪水条 薪水单 没有超过那个收入过 所以当你的收入 有十万台币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想法 你会发现说 我真的可以耶 我可以 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 饭董的公司 十万块薪水 是一个副总经理的 薪水啊 我自己这样子 国中考都还没有 不敢去考试的人 就是 没有这些条件的人 我在一个平台 我经由这个产品的分享 我能达到钻石一星 我才发现我可以 对 然后第二 三月的时候 就设定自己 钻石二星嘛 就是这样设定 然后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给自己设定 就上台领一星的时候 三月表扬嘛 就是领一星的时候 发现说 哇 我下一次上台 我一定要给自己 一个不一样的讲 我一定要往前一步 有这样的设定 就有这样的目标 你就会去做 然后我发现 其实你自己做到的时候 你自己自然而然的 会有那个自信心 会有信心出来 真的要以身作则的 有时候 经历这个过程 我会发现 你自己去讲再多 你不如做到 你自己做到的时候 自然结果 旁边在看的人 他会被激发 他会看到 诶 你可以做到 那我应该也可以 所以自己去 以身作则的去 去先把自己搞定 就是先搞定自己本身 对 然后把自己的态度 做对 把自己 要该做的部分 把它给 给做 做好 这样子 其实听我的故事 就知道 以前的我 第一次上台 手一直抖 一直抖 其实是没有自信 才会一直抖 就是自信心 真的要 自己去做到的结果 会产生一些自信心 如果你让我四年前 去站到这么大的台上 我可能上来就晕倒了 但是经由一个过程 经由这个时间 慢慢地自己做出一些结果 你慢慢会产生自信 对 至少 跟以前比起来 还是会有差别 还是有差很多 对 所以 一定要 自己去 自信也来自于了解 你了解越多的时候 你也会自信心越强 你自己学习越多的时候 你自己自信心也越强 对 再来就是 真的就是 我们 保持一颗很感恩的心 真的 我 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如果我不是遇到 立会的话 我是 还在吃着西药 我还是每个 月 要去看医生的人 我还是 在 坐着卡奴 我没办法改变到 自己本身 因为 真的 环境 它的环境是那个样子 你就在那个环境之中 你是跳脱不出来 但是人往往真的需要一个机遇 需要一个机会 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就像 如果说我四年前不 不选择改变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 就是普通的上班主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你感恩的越多 你得到越多的感恩 你感谢的越多 你将会得到越多的感谢 对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公司 还有感谢我团队 所有的组员 就是 以我自己 这样 就是经由这个四年的过程中 我真的是想象不到 就像我自己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在目标 每一步的实现 之后 我就是 做到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的 第一间的 梦想中的房子 这是我自己 以前是 不敢想的 为什么 我还负债我投机款都存不到 但是 做 在对的平台 做对的事情 你自然有好的结果 所以 来到这边一年的时候 就买第一间房子 然后 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买了自己的梦想车 谢谢 真的 我拿到钥匙 我都觉得在做梦 为什么 以前我的生活圈 我连去看人家的这种车的机会都没有 不要说坐上去 不要说自己拥有 那是不可能的 就没有那种生活圈 对 但是 真的经由 经由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 自己跟着系统 自己跟着对的人 自己 就是跟着这个老板 这样子 在这个市场上 只是 帮助了 帮助很多 这个产品 它帮助很多很多人的时候 他们来看懂这个事业 他们跟着配合一起 去百分百复制 其实成功这条路 它就是一条路 就是 别人这样走 它会成功 你就是这样走 你就会成功得很快 像我自己有时候 就是来看 有时候非常非常 很厉害的人 他非常地很强 非常地棒 但是有时候 都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的时候 他反而满 反而是真的就是 就是跟着成功者的脚步去做 你的速度是最快的 对 那 像我自己 考了13年的驾照 我在台湾 那时候 但是我没有车可以开 但是所以 当我可以买车的时候 我真的 对车也不是说 非常地了解 所以我 第一台车就开到 就是开到这样 大家 就是所有人 很多人 他梦想的 这种 他全球限量嘛 在台湾 林志颖也有一台 对 真的 就是很稀有的 但是它却是我的 第一台的练习车 因为我真的不是 不是 不是很会开车 但是真的开起来 你会发现 非常地爽 非常地感觉不同 就是你 你没有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想法 当你自己真正拥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真的就是 给主缘借力也好 或者说你自己真正能够 让自己 发现自己真的可以 然后让自己的家人 让自己的儿女 他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会发现说 哇 以你为傲 就是这种感觉 对 真的就是 这个公司带给我的一切 我真的是自己是 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 就是这么频繁 这么频繁 这么普通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 自己也没有任何财力 没有任何人脉 来到这个平台 经由改变自己本身 经由学习 经由把自己的实力变强 经由改变自己的心态 经由自己的成长 然后去影响人 去付出 去跟着我们的老板 他的一些方法 他的一些理念 去做 你会发现说 你会比以前改变太多太多了 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自己 以前的自己 为什么那么失败 为什么 其实也是在于自己的一个 一个态度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环境影响人 以前你当你没有遇到那个环境的时候 你是不太懂得 不太懂得去 怎样去 去做好自己本身 但是来到这边 你只要去学 你慢慢的 这边这个系统 他就会慢慢把你变对 变得更好 变得更有价值 让你变得更懂得去付出 变得更懂得说 哇 你付出的越多 你将得到更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那再来就是 在我 在我自己的心目中 就是 人生的信念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 人生苦短 短短几十年 我们是 生于这个世界上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 我们 到底能够 自己 就像有人说什么 开关论定 那一刻 那一刻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 你会不会 为你的人生 你会觉得 非常的满足 其实在我 来到历会这个四年 我会觉得 真的真的非常 我的人生没有白火 我不枉此生 我真的是 就是所有在历会的 这个 所 得到的 就是 你会 在 任何 去到任何一个产业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会比 之前的你 好处一百倍 一千倍 你就已经 改变了 你就已经 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那我们 我自己的信念 当然是我希望 我自己 经由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机会 我能够 帮助到百万人 能够 跟我有同样的结果 能够让我 让自己 再也不用 害怕 再也不用怕说 真的 没有健康 会不会害怕 超级的恐惧 没有事业 还不害怕 也是会 你没有 没有钱 还不害怕 也是怕 对 所以说 真的 来到历会 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一个直通车 你只要想要 你只要感梦 你只要想要拿 你只要跟着成功者 来去请教 他们都会 全部的 告知你 你只要去 敢要 敢做 你就可以达成 一样的结果 因为 已经这么 已经经过十年 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已经是知道 它是一个好的结果 对 那关于信念 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 看到一个 哲学家 也是因为 来到了历会 这个环境之中 这样的机会 我看到了这篇文 就是有机会 读到这篇文章 我就越读越读 我就会发现说 原来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到 上面的字 就是 好 就是 信念的这一篇 我们的信念 大家看得到字吗 对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好不好 我不愿意选择 成为平常的人 那是我的权利 成为艺人 我寻求机会 不是宝藏 我不希望成为一个 受拘束的人 自卑 迷茫 以致让这个状态来 驱使我 我要冒险一试 去梦想及建设 尝试失败与成功 接着来交换利益 我愿意承受生命的挑战 我选择生命的挑战 而不是有保障的生存 满足的欲望 与其纳乌托邦 我不会以自由来交易施舍 也不以军言来换取它 我将不会像主宰扶手称臣 或像威力低仇 我有权力直立 骄傲及勇敢 我有本身的思想及行动 享受本身所创造的利益 以及果敢的面对现实 并说到 这全部我都办到了 所有这些 就是所谓伟人 对 这本 这篇 其实我看到前面的第一 第一页 第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就在 说着我以前的人生 就是自卑迷茫 那个状态一直在那里 就没有方向 没有未来 没有光 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就是得过且过 过一天算一天 但是来到这里 我才了解 人生是有的选择的 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人生是可以有你 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目标 你来到一个地方 你只要去 用对的方法 你的态度正确 你一定 可以达到你梦想的人生 对 所以说在自己努力的过程 一点一滴的 也真的非常感恩公司 在十二月 十一月的时候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接到总裁的电话 他跟我讲说 预言你帮个忙吗 我说 哇 很荣幸之事 有荣幸之志 有什么可以帮到的 他就告诉我 这一次的 这一期的杂志 就是 麻烦你来去跟那个 来拍照 哇 我听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心脏都 跳到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我真的是 就是想象不到 我自己 能有一天 虽然可以想象 但是我没想到说 这么快我可以 因为来到了历会 我们绝对是一个目标嘛 我们绝对知道说 这是可以 因为看到了我们的妹姐 看到我们的神灵师 就是 他们都有上封面 或者看到我们的邱燕豪 我们台湾的 对不对 都有上封面 我们也会想着说 哪一天 也应该轮到我们了 就是 就会有那种想 但是没想到说 有这么快 我就能上去 对 就觉得说 天哪 真的是 你自己 能力越大 你当然责任越大 对不对 但是 能够上到封面 我真的觉得说 真的 光中药主了 真的会 也发现说 在历会 每一个人 你只要想要 你只要去努力拼 你只要去 去把握 你都会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 已经做到 对 那真的 在此 真的感恩公司 然后参加了 十二月 我们的 那个 有一个影片 我想让大家 先看一下 谢谢 今天是我们 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 在这里 领许我宣布 2018年 Reway International 终极的庆祝会 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ang paling indah adalah mencapai sebuah hasil tadinya diragukan oleh orang lai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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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走下来 坐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往后看 那个画面 看到那么那么多的人 我真的 例会真的太了不起了 然后 你会想象得到 之后的台湾 你会想象得到 你会想象得到 之后香港区 这样整个市场 那个画面吗 真正的 你可以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种画面 所以说在我们这样 最开始的 这样子前面的一个 一个起跑点上 真的就是 所有的人 要把握住这种机会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就是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 所有周边的一切事物 真的我自己 为什么准备这么多 我觉得我今天 真的是对不起大家 我会越有主题 越是框在这里 我越 但是 如果你自己了解一个 这么不 不懂怎么去表达的人 能够在 立会 能够做到 跟着系统 在台湾 就能做到 这样最大的团队 能够让自己 我只是看组织图 我看到没有碰掉的分数 从我零到现在 就是四年前 到现在只四年 我的组织 那还存有的那个分数 加起来 不算碰掉归零的 就四十多个亿 四十多个亿 你想象一下 这是怎样的一个市场 你想象一下 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如果你知道说 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的背景 他没有任何的 一个条件 他只是跟到这个系统 他只是 然后回头看 家人更健康 每个人更快乐 自己也越来越年轻漂亮 自己也不用 再吃着西药 这种 就是你以前 就算有钱 你找不到方法 你都没有机会 你就算是 没有用对方法 你一辈子 都没有那个机会 但是在这里 我真的 觉得说 我们 真的是最有福报的 一群人 能够跟到 我们的总裁 林文峰博士 能够 能够跟着 这样的成功的人 你跟着成功者 你一定会成功 你只要相信 真的 我准备了好几个 小故事 我最后发现 我一个怎么也没讲 天哪 好 最后我有一个 小故事结尾 就是 有一群青蛙 他们在 要爬山 就是比赛 要最高点 然后 他们就开始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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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半 哇 很多青蛙就说 哇 这样太辛苦 太累了 你看下面好危险 就有一堆 就没有爬了 然后继续 爬的时候 越来越陡峭 越来越艰难 然后 有一些人看一看 哇 觉得 没办法撑了 又累了 就停了 就没有爬了 只有一个 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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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真的 没有一个人 跟着他 因为都 下去了 只有他爬到的最顶 然后他得到了第一名 他拿到了奖杯 这时候很多 青蛙都来 说 哇 这么 这么艰难 这么辛苦 这样子 大家都已经讲 你看 再爬就 就会看到那个情况 就不敢爬了 为什么你敢 这时候 这个青蛙 就跟他 回说 啊 你说什么 原来他的耳朵 听不到 这就是 其实 这在人生的历程中 我们在向着一个目标 在前进 就是你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很多很多的难题 甚至我自己在加入的 一个月两个月 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团队办了参会 被我们台湾的记者偷拍 偷拍上新闻 说夸大疗效啊 什么 违反台湾法令啊 搞得很恐怖 因为他是偷拍嘛 就像做鬼一样 因为我们最后也去找 我们会说 你可以光明正大来采访 或者来问 不用做得这么恐怖 因为看到那个照片 就看起来在做坏事 你看到就是不正当的 你会看到很恐惧 最后那个记者说 不这样没有人要看新闻了 你拿它没办法 你拿它没辙 但是那个新闻就一直在啊 对不对 就是像我最开始 在分享的时候 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很爱漂亮 我跟他分享 他本来就是来吃嘛 但是他弟弟帮他看了这个新闻 他就说我不敢吃了 我不敢吃了 就因为这样 你看阻碍到一个人的健康 对不对 阻碍了他的一个机会 他手上还有一个流 因为我自己团队的见证 真的是很多很夸张 就是我知道这个 一定帮助到他健康 但是如果他拒绝的时候 我们只能往前走 他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跨越那个问题 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我们在做对的事 你就敢敢去做 你自己做好 他一直在旁边看 经过了两年三年四年 他现在也是回头来了 他现在也在讲说 他今年要拼飞嘛 一个 就是你自己怎么做 才是最重要 你自己 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最重要 你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你自己要归零自己 你再厉害都好 你来到一个不同的平台 我发现真的像我这种白子 我发现反而是最容易跟系统的 因为我不懂不会嘛 我就是讲怎样成功 我就这样做 真的就这样可以成 所以他才能做到最大 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自作聪明 真的不需要 我们真的就是 人家聪明的太多了 早都在前面已经 做到 撞到 冲到 就是很多的 对 经验 对 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位 非常更优秀的分享者 那我也不用占用 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感恩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飞马铃对三 冯玉恩一个热烈的掌声 你看 来 请出座 通常 你看刚才我已经 介绍他上来的 我说第一次 是这样的 对不对 通常你看 比如说我们遇过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次照 你看会不会比较担心一点 多多少少都会 所以以前 他第二次上去舞台也好 第三次也好 第四次也好 其实不止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紧张 我们就会在那边旁边看 哇 拜托 拜托 谈好来 谈好来 你好不容易邀越人 对不对 不过到今天 老实讲 刚才他一站上去舞台的时候 我连 偷偷看 我都不想要看 因为我已经知道 他已经克服了 这个舞台的这个恐惧了 对不对 谈得好不好 手有没有抖 你懂为什么没有抖吗 因为没有麦克风 不是没有麦克风的问题 你看 单单这一点的话 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想象 他必须要站上来这个舞台 多少次 无数次 他才能够 克服这样的一个恐惧感 对不对 因为没有一个人 是很喜欢站上舞台 来做演讲的 这一切都是 练习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真的 再一次 我们真的必须要给我们的 冯义恩小姐 一个热烈掌声 好 那么 刚才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一直都在感恩公司 感恩老板 感恩这个产品 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真的 最主要的也是要感恩他 真的很想要感恩他 你看 从台湾来到这里 为了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 那么听说 今天也是有台湾的伙伴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掌声 欢迎他们一下 就是说 能够这么无私地 把他所经历过的这个过程 来到这里 纯粹就是为了要分享 给在座的各位 好 那刚才我就有提到说 你看 冯义恩从进来Reway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冲 一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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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15个月 挑战到他所设定的目标 从一个钻石三星 到精英三星 到孔雀领队 到凤凰领队 到秦林领队 甚至直接就去了飞马领队了 你看 这个过程当中 照你看 他会不会遇到很多问题呢 一定会有的 好 那么会不会有很多 主力呢 也是还是会有的 问题就在 你看当他的目标 过明确的时候 突然间问题本身就变小了 所以我时常拿这个 来做一个比喻 比如说今天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大厦 一个高楼大厦 这个高楼大厦的名字 叫做问题 叫做问题的高楼大厦 那么今天从我的角度 我往前看的话 我看到一座高楼大厦 对不对 就是我看到一座问题在那边 那比如说今天 要是我自己本身有设定很大的目标的话 比较大的一个目标 一个更高的一层的高楼大厦的话 那么当我完成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往下看 看得到问题吗 看不到吗 还是看得到 只不过问题变小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问题永远都存在的 今天我们解决再多问题也好 明天我们一起生 照你看 我们一走出家门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问题呢 搞不好还没走出家门 就跟老公老婆吵吵闹闹闹 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每天都有些问题 我们解决不完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大的目标 设定更高的目标 你站得再高一点 你去得越高 你往下看 问题自然而然就变小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行业 尤其这个行业 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 比较负面的一些问题 比较消极的一些问题 那么可能在这里跟你们分享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看 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分享者 杨中芳小姐 我认识她差不多 四年多的时间了 就是关系非常非常好了 照你看 她会不会遇到问题呢 在市场上 那么我会不会遇到问题 在市场上呢 尤其我们讲说 在建立团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是讲说消极不往下的 尽量那些负面的 消极的尽量不要往下传 那么 没有其他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 往上传嘛 对不对 而且你看 有时候我跟May在聊天的时候 包括最近 我们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沟通的 沟通的一些 怎么讲呢 因为可能熟 聊天就比较 比较很自然的就跟他聊天 那么有时候他在市场上 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 你知道你看 他需不需要一个氧气线来发现 需不需要 他也是人 他也需要 对不对 那么如果全部扛在自己身上的话 就好像在自己身上 放了很多炸弹这样 如果没有办法解掉的话 有可能他就爆炸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你看 我在跟May聊天的过程当中 单单在电话 我就可以在他身上 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么有时候我们聊完了 两个人很兴奋 就是想到目标 想到画面 我们很兴奋 三更半夜那种 三点钟 三点 三更半夜 两个人自己想 自己爽 真的越想越兴奋 然后看看一下时间 哎哟 谈到好像 好像三点了 结果一聊完这个话题的时候 May就会 有时候就会尝试说 有一个东西 不懂应该不应该跟你讲 因为 你看 他都会去考虑说 要不要拿出来讨论 那通常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会怎么回复吗 我说不好意思 你目前所打通的这通电话 讯号有一些问题 暂时无法连接你所要谈的东西 你看 他每一听到他就会在那边 他就会在那边爆笑 就在那边开玩笑 他就说 我知道的啦 我知道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个东西的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领导人 我们自己本身 要先积极起来先 对不对 所以刚才 郁恩就有提到说 一个环境 一个环境里面 今天 尤其在日月的环境 他说非常积极的一个环境 你们认同吗 那么 在消极的人 你把他带进这个环境 自然而然 他都变很积极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领导人 很多外面的 还没加入这间公司的人也好 你看 有时候 他们遇到很多问题 一来到这样的一场会议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环境很积极 他没有办法去疏苦 只不过说 reway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也不会允许 或者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们去消极 你们认同吗 就好比于 今天你还没来到这个会场 你原本是很消极的 原本是很多消极的东西 你想要去 发泄出来的 结果你一走到会场 会场没有人 第一个你见到的就是老板 比如说你第一个见到老板 老板跟你打个招呼 照你看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在老板面前 直接谈很多消极的东西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已经很清楚知道 老板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人 对不对 相同的 茶点的时候 午餐的时候 他想要跟左边或者右边的人 他一点点消极 都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可能他嘴巴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人已经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老板是刚才你问什么问题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来我们继续听 老板你看 这样的一个环境好不好呢 特别特别好 你看当我们少谈问题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把大部分的集中点 转移去 谈有生产力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昨天 我们就去了老板房间开会 那么我们的领导人 方方 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 他说 临时来到这里 就 在手机上 APP就订了房间 结果一个人住在房间 那么女生 一个人住在房间 不需要订这么大的一个房间 那么 他就讲说 最近 看到不懂 新闻什么也好 有人进去的这个房间过后 我不是在跟你们谈消极 我只不过在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我进去的这个房间过后 他们讲说什么 那个镜子 后面有人在抽烟 我听完了过后 镜子后面不是墙壁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抽烟呢 所以就是这样 房间不要订这么大 我一个人住在里面 我很害怕 结果我听了过后 我又想说 我也住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我多么希望镜子后面有人 好寂寞 结果他就很怕 很怕 以后我订比较小间一点 结果这个故事就这样的 慢慢而然 我们笑了一下子就消失掉了 结果我们的创购部总监 后亚 就从台湾来到这里 结果我们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方方又突然提到这个东西 他提到说 你住哪个房号啊 是不是那个大间的 结果后亚讲说 我们创购部总监后亚就讲说 是是是 他讲说 哎呦很大间不好嘞 很可怕嘞 听说镜子后面有人抽烟的 有人抽烟的 所以 哎呦不可以 结果后亚原本没有问题的 结果后亚想了一下 他就想说 我的房间也是挺大的 怎么办啊 那时候我们全部在开玩笑 真的纯粹在开玩笑 不过那里面我就注意到一个东西 你看虽然我们开玩笑 有可能就这个一个不小心 一句话而已 今天后亚有在现场 我不知道他昨天到现在 有没有睡得好 我今天看那个黑眼圈 比较大一点 你看有可能就这样的一句话 马上就影响了他整个晚上了 对不对 幸好 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消极的种子 如果我们把它种进团队里面 种进组织里面 你们能够不能够想象得到 那种破坏力会有多大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看问题 是解决不完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它 所以 那时候我就有跟一个领导人分享 他说 哎呦现在市场好多问题 人很多问题 什么都是问题 那么我的回复就是 幸好 非常非常感恩 现在有问题 因为第一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就轮不到我们来表演了 对不对 那么Rivray这一间公司 十年 照你看会不会遇到很多问题 跟主力呢 也是很多 问题就在 当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的发生的时候 最低限度 公司的人 不能够先逃避 对不对 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 问题就在 不止公司的人 想要去面对它 就是前排的所有的飞马 只要一听到 公司好像有某些问题 必须要去经过的 飞马们 精英领队们 马上踏出第一步 先跟公司讲说 来 我们一起去扛 我们一起去面对 也就是因为 这一切我们一起去面对的东西 一起去克服的一些主力 这些 照你看这些领导人的关系 会不会自然而然就变得 比较好一点呢 它就会变成 比较浓厚的一个交情 对吗 所以这十年里面 Rivray所遇到的问题 我相信 肯定比目前现在 我们所遇到的 还要大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也就是因为 只要我们不放弃 勇敢地去面对它 勇敢地去面对它 就好像Rivray所做的这一切 这十年里面 我们才能够脱颖而出 才让人家知道 Rivray这一间公司 跟其他公司有什么差别 你们认同吗 相同的 当团队的问题 一来到的时候 里面就隐藏着一个机会 有两个选择 一我们就 尽量不去面对它 二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它 而如果这一件事情 解决完了过后 照你看 有没有可能 整个团队的关系 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变得更浓厚一点呢 那么有了关系 会不会比较好 沟通在某些目标 甚至设定某些目标 甚至去往一致的方向 去朝向呢 有没有可能呢 所以你看 要勇敢去面对它 而你看这一切一切 刚刚我所谈的 就跟于恩刚才所分享的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看 一切从心态开始 问题来到 我们有选择 我们能够选择说 用好的那一幕来看 还是不好的那一幕 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当我们选择 看到不好的那一幕的话 马上我们 什么都得不到 就好像今天这样的 一个领袖培训会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哎哟 这个总经理讲的话很多 很啰嗦 比如说 那么照你看 这样他们能不能够吸收到东西呢 绝对不能够 不过要是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带着一个 好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个领袖培训会了 哇 幸好啊 幸好今天听到于恩的分享 幸好今天故事有安排 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会 幸好至少我把方向 搞得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当他离开这道门的时候 照你看他会不会满载而归呢 相同的一个会议 不同的一个结果 问题不出现在会议 问题不出现在讲师 问题不出现在 哪一场会议 问题就出现在 我们运用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待这个会议 你的心态好 你的态度自然而然好 你的态度自然而然好 你的看法自然而然好 看法好 你的谈法就会好 你的做法就会好 那么自然而然 你的结果就会好 如果想反过来 单单要是我们的心态错的话 你的看法就错 想法就错 谈法就错 做法就错 性格就错 那么照你看 结果会不会好呢 就自然而然不好了 所以一切先从心态开始 所以你看于恩从以前 卖内衣的 我没有讲错嘛 对吗 对啊 卖内衣的 我讲卖内衣 你们看 带安分这一间公司 卖内衣的 那么 那时候的他就会觉得说 有可能是市场不能够 内衣不容易卖 老板的问题 价钱的问题 都是一切一切 可是为什么 一进来的 reway这个环境过后 照你看 今天他带着 这样的一个心态 回去带安分的话 你觉得带安分 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把他身为 那个执行总监了 对不对 所以我 我给医院一个掌声先 所以那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这里分享多一下子 你们 还可以听吗 老实讲 就算你们不要听我 还是要讲 那是我记得 当我们进来 reway这间公司的时候 不只reway这间公司 其实在外面也是如此 通常他们也会有一个 三个月的适应期 对不对 那么这三个月的适应期 最主要就是说 让他的上司去 去看 新来的伙伴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 那么到底这个人 能够不能够留在 这个团队里面 或者有可能 这个行业不是很适合他 就可能说 请他去找别的一个行业来做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同事 培训部里面就有一个同事 那么他之前是做什么的 之前是做室内设计的 就是帮人家设计房子这些的 那么那时候 从那个室内设计的一个行业里面 他就转移来到Reway这间公司 那么公司也给了他三个月的适应时期 然后我们就去观察他这几个月的表现 结果很快的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就过了 到了第三个月 那么我们的市场 市场就是发展部总监 拿督 就见了这个同事 就问他 怎么样 这三个月 有没有学习到东西 那么他的回答是 有有有 那么你这三个月结束了过后 你觉得你现在跟三个月前 有没有改变呢 他说有很大的改变 他就问他 当你还没进来Reway这间公司的时候 你站在室内设计的那个行业本身 你看到什么 他就把以前的一切谈出来 他说我看到我老板的问题 我看到员工的问题 我看到说顾客的问题 甚至我看到市场的问题 他说不是我们不想要在那边做大 我们很想要做大 可是老板又不要配合我们 我们就算很勤劳去做 那些员工 那些建筑的人也不想要来帮忙 当我们真的想要做的时候 价钱又改了 我们就算要做多大 我们就算要做大 能够做多大 新加坡的市场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不是我不要做大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做大 然后就开始谈了很多以前他觉得的问题 不过过后他就这样分析 他想说问题就在三个月过后的今天 我加入了立会 我就发现到 回想一下 其实不是老板的问题 也不是材料的问题 也不是员工的问题 也不是市场的问题 也不是价钱的问题 因为这三个月里面我学到什么 只要我能够把心态调整好的话 我的结果自然而然就会好 我的心态好 我所看的一切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我的谈法自然而然就是好 我就会看到别人的好 而不是看到自己本身的好 他说只要我把我这个心态改好 我的结果就会好 结果我们听完了过后 照理看这样的人能不能够请 马上请对不对 其实他早已确认 结果过后他就讲一句话 的确让我们觉得说 很有道理 他想说如果我三个月前 或者我三年前 真的了解到这个事实的话 搞不好之前那一间 那一间室内设计公司 老板的位置在这里 有可能我已经坐在他旁边了 他说如果这一切我都知道的话 老板坐这里 搞不好我都坐在老板的旁边了 再好的情况 搞不好老板要坐在我脚上了 他就这样讲 所以你看 为什么三年前 四年前他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结果短短三个月里面 他这一切的想法 心态全部改到完 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这里调整一下 改变一点点的话 怎么过去我们所遇到的一些 不如意也好 或者所觉得是问题的也好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里改变了 一切都跟着改变的 会不会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预言所分享的 不要去看问题 不要去看问题 用积极的心态 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 你看到好 你的结果自然好 你看到不好 这一条路 绝对不容易走 所以真的再次我们给预言 一个热烈掌声 所以你看 今天我谈回这个 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个 市场的问题也好 什么也好 你看 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澳门 我也不少人 那么 我也是很少来澳门 我是应该第二次来到澳门 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 我相信你们也观察到这个东西 你们会不会发现到 其实澳门有很多赌场 几乎每个酒店都有一个赌场 对不对 所以 当我来到的时候 有时候我在想 这么多赌场 然后总是会听到人家讲说 哎呀 我们没有钱 我们的收入又不是很高 可是有时候我进去里面看看一下 我发现 虽然讲没有钱 不过赌的时候好像很有钱 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有观察到这个东西 你看我个人不是一个很相信赌博的一个人 因为对我来讲 你看我们在赌博的过程 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那么对我来讲 我觉得赌博就是靠运气而已 那一天你的底裤穿的比较红一点 我家庭祖先摆得比较正一点 风水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气势的时候 你就下去下一两把的话 那么 如果运气好就恭喜你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就回去换另外一条底裤 对不对啊 好像我很少会去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当我进去的时候 有时候我来到我去观察 我就进去里面看 我看看 我就发现到 哇 很多人赌博 那么纯粹就是为了赌 纯粹就是为了赌 赌一个赢或者输 你看里面就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 那一天你会进去开心 离开开心 还是你会进去开心 离开伤心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当然小赌就没问题 如果是大赌的话 问题就很大了 对不对啊 所以到今时今日 我也不了解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我只是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它里面还是有风险 而这个风险 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就算你换十条红色的底裤 都帮不到你了 没有办法帮到你了 不在我们控制底下 不过这里我要分享的是什么 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种风险 是我们 你我能够控制的一个风险 英文叫做 Calculated Risk 华语叫做 有胜算的险 就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下 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我们能够去控制 某一些风险 那么照理看 今天我们进来 reway 需不需要冒险呢 需不需要冒险呢 有些人觉得不需要 有些人觉得可能需要 可能冒一些 经济上的一些风险 什么也好 我觉得说 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风险 就是如果 如果你买产品的话 你吃了 如果啦 效果真的好的话 唯一的风险 就可能你再掏腰包 买第二套咯 这也可能是一个风险 可是我要讲的 不是产品的风险 什么也好 我要讲的是 市场本身的风险 要是你注意看的话 其实 reway 这样的一个 企业 包括这样的一个行业 风险会大吗 不会大 而目前 在澳门也好 在香港也好 我们不是说 刚刚开始来做 目前我们是借用 八个国家 成功的例子 我们才带来 澳门这里 对不对 带来香港这里 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们要是听到 义恩的分享的话 他们那时候 那一段时间 他们要自己走去 那个墙壁那边 然后拿着他们的头 砰 撞下去 来测试看 这个墙壁是硬的 还是软的 然后流了血过后 他们才知道 原来那个墙壁 真的是挺硬的 然后持续不断这样 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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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没撞死人 幸好还撞出一台 宝马 爱巴 对不对 撞出一台跑车 就说 以台湾的经验 以印尼的经验 以新加坡的经验 以马来西亚的经验 以泰国的经验 以菲律宾的经验 这一次 我们才把这一切的经验 带进来 香港 那么照你看 要是我们 跟着他们的脚步 跟着他们的系统 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想要撞墙壁的可能性 有没有啊 完全都没有机会啊 对不对啊 只要我们百分之一百的 去相信 而去跟从我们的 成功的领导人的脚步的话 我们有那 要去撞墙壁的风险 几乎都是零 几乎都是零 所以为什么我表达这个 今天我们要选择一间公司 我们要选择一个企业 或者我们要选择 做某些行业也好 最低限度 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风险 我说就算要有 那个风险都要 能够掌握在你手中里面 还要是能够计算 能够胜算出来的风险 要是找不到的话 这里有一间公司 而这间公司就叫做 立会国际的 立会国际的 并非要选择 我去决定 并非要选择 也要是